王晋喜同志是大庆的一面旗帜 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怎么能这样诬蔑他呢 大庆油田陷入了极端混乱之中 许多人都无心工作 要求停产闹革命 铁人王晋喜不愿看到过去的心血付出东流 于是挺身而出 反对大家离开油田 没想到被造反派泼脏水受到了冲击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 很快便召开会议 要求大庆的工人代表说明理由 周总理再也听不下去了 他当场怒斥这是子虚无有 因为在总理看来 王晋喜同志是大庆的旗帜 他带领工人们用血肉之躯搭建井下 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 这样的模范榜样坚决不能倒 周总理实在不忍看到 像铁人王晋喜这样的劳模同志身处困境 于是当即下令把王晋喜同志携到北京 在座的代表们听到这话也纷纷认同 为了解决大庆油田的混乱局面 让油田尽快恢复生产 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军管的建议 主席欣然同意 随即派遣一个师的兵力进驻大庆 后来周总理亲自接见了王晋喜等同志 总理的到来让大家都激动不已 一阵寒暄后周总理再一次肯定了王晋喜的功绩 并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 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铁人的安全和大庆的荣誉 现在有人想把大庆搞乱 居然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 简直是荒唐吗 这是严重的错误 现在我宣布一下中央的决定 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 大庆的生产秩序 绝不能乱 清除中央保护石油工人的决心后 工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大家喜极而泣 纷纷鼓起了啥 邓大姐也十分关心王晋喜的情况 于是趁着吃饭时间询问周总理 恩来你见到王晋喜同志了吗 见到了 我还特意让他坐在我身边 随后周总理还表示 以后如果铁人同志再来北京开会 还会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邓大姐一下就明白了周总理的深意 总理这么做肯定是为了安慰王晋喜 毕竟铁人同志的处境很艰难 有了周总理的支持 他以后的工作就能好做一些 是啊 我主要是让别人看看 至少我周恩来对王晋喜是支持的 恩来你的心珍惜 总是替别人着想 在大清辉煌的历史和王晋喜震撼的故事背后 是周总理默默的关注和支撑 正是有了他们的坚持 不朽的铁人精神才能宣传到祖国的每个角落 也让大家能看到大清人望我拼搏的崇高境界 让我们一起向所有默默奉献的前辈们致敬 一起向敬爱的周总理致敬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你们要批朱德 把我这个毛泽东也带去陪斗吧 这天周总理得知 81岁的朱老总被造反派围堵 十分生气 于是赶紧将此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伟人听后也当场震怒 他当即表示 要和造反派们争论一番 听说你们要召开批斗大会 准备斗争朱老总 是的 批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伙人的理由实在荒谬 他们说朱老总是旧军队过来的 欺压过穷苦人 是大军阀 所以必须批斗 而且还表示 等这几天生事造大了 就开办争斗会 争取一步到位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看到这伙人如此嚣张瓦虎 不可理喻 毛主席更加怒火中烧 于是询问他们准备安排几张板凳 造反派们表示 只攻击朱老总 所以准备了一张 摆一个少了 不够做嘛 要摆两个凳子 我毛泽东也去 你们不是说朱德是黑司令吗 总司令是黑的 那我这个总政委 岂能逃得了干些 进墨者黑嘛 对于毛主席来说 朱毛从来是不可分割的 过去不能分 现在也不能分 毛主席的一番话 对着造反派们 哑口无言 他们只好灰溜溜的 草草收场 朱老总的事情 才刚刚处理完 另一个问题就接踵而至 一大批科学家 不断遭到造反派的迫害 给清淡研制工作 带来极大困难 这天 周总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赵九章同志 在造反派的迫害中 选择自杀 结束了生命 总理得知这一个噩耗 忍不住落泪自责道 在周总理看来 这些科学家们为了建设国家 亲近所有 他们为祖国和人民 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应被大家当作宝贝 没想到竟遭遇了如此厄运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 像前学生这样的科学家 也会在劫难逃 长此以往 我们的国防尖端科技 怕是要半途而废 于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齐尽全力 保护好科学家 这件事 我必须做 那么达到我周晚来 我也要做 很快 周总理便召开会议 让研究院的科技人员 一律穿上军装 并列出来需要 重点保护的科学家名单 让杨国宇同志 负责他们的安全 你的任务 就是千方百计的 使他们不受冲击 不受干扰 如果有人要鼓动抓人 可以用无力保护 在周总理的强硬措施下 许多科学家最终幸免于难 尤其是负责 两弹一清项目的研发人员 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 依然继续进行着 研究和试验工作 让我们一起 向所有前辈致敬 向敬爱的毛主席 和周总理致敬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总理 你是不吸烟的 而且在你的办公室里 也是绝对禁止吸烟的 这是周总理入住 习花厅 十几年来第一次抽烟 看得出来事情相当棘手 原来王洪文带动部队工人 躺在上海的铁路轨道上 致使整个沪宁县被迫瘫痪 这完全是向国家经济命脉 置于不顾 周总理听后勃然大怒 胡闹 铁路中断一个小时 造成的经济损失 难以估量 政治损失 那就更大了 周总理认为 党务之急必须想办法恢复交通 可此时王洪文的势头正盛 而且这件事牵扯甚广 一旦处理不好 很有可能会引火烧身 那样岂不是正中他们的轨迹 一时间 周总理陷入了两难境地 思绪也逐渐混乱起来 这时他突然冷不丁地开口询问道 修理同志 你带烟了吗 于修理以为自己听错了 毕竟这么多年来 他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抽烟 而且据他的了解 总理虽然不反对别人抽烟 但他的办公室是明令禁止吸烟的 不过惊讶之后还是递给了总理一根滑子 随后还用自己灵活的独臂 滑起了火柴 就这样周总理抽了人生中的第一支烟 期间他还不忘夸赞于这位独臂将军的坚毅 你这只手很了不起吗 就是熟能生巧吗 怎么样 这边好处吗 我就是想让脑子清醒清醒 虽然周总理一直都不喜欢烟味 但连续超负荷的工作 和内心的极度焦虑 让他身心焦脆 他只好选择用这种方式提神 没多久 周总理便想出了对策 他决定顶着巨大的压力 去竭力维护生产和交通等秩序的运转 并表示要将此事汇报给毛主席 提议让陈匹显同志恢复工作 尽快恢复上海的铁路交通 全国的交通都要下决心治一治了 再这样乱下去 国民经济瘫痪了 我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啊 机梁不断的混乱局面 让周总理疲憊不堪 甚至开始频频出现心脏不适的症状 可是他还是无比拼命的工作 身边的人都在劝他要注意休息 可他始终不听 还盯住大家 不要把生病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等大家看到他面容憔悴 很是心疼 不过他十分理解总理 周总理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团结 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和心血 他苦成危局力挽狂澜 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好总理 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的周总理致敬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